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老花一我的秦燕蓉是国庆花卉市场购做的高度有1米7啊坐标程度现在说是 消发营养正不正常还用不用旧啊 这个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个水大的期限臭宝 你像咱们日常的时候养秦燕蓉呢他并不害怕光照不排除咱们家现在温度有点偏低 然后呢就是有点水大他会出现这种个别的一个黄叶 你像咱们在购物花的时候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一定是不干的时候 大家就尽量的不要浇水 有的话说你要这样那的 那个就是环境不是了 慢慢来 好吧 这个就是水大 然后呢 你可以把下面的这个水大有老叶子 你可以揪掉 也可以等着自然代谢 一定要控水 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呢 您在适当的用一些个肥料 不要着急 好吧 你别十天左右一次 你看现在你们的季节 你们那边估计有办法来个月 一个月左右浇一次水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好吧 就是有点水大 老外您好 他说 购买的风数苗缓苗缓了个大盆 有些些许关枯 有些什么原因 这个水很正常啊 来的时候叶子太多 有个别的这种叶子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种不排除温度过低 因为现在毕竟是冬天 好吧 呃像那种很密的话 大家正常的 你又该晒在太阳 晒太阳 风数是不怎么怕晒的 好吧 其他的没啥 这个就给我的感觉就 你这样拍这几张照片过来真的没啥 很正常 你谁还不给摆两根头发 你看 是吧 啊 都这个都说是我们留宿家职的遗产啊 这是都白头发了 这个老汇 你好啊 请教点东西啊 外圈发黑 啥植物 去年盆里没死了吧 比我都高了 啥玩意 怎么给黄瓜似的 啊 这看不出来了 这皱皱巴巴的 这就缺光水大 好吧 这个给出一下光照 你这个东西 你在屋里边要用大车盆 还老给的浇水 这一样子 你时间再尝一尝 都都掉没了 快烂根了 好吧 多塞一塞 目测是看不出来什么 什么植物啊 你要看到这个问题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边 你看哪个大神帮你回忆一下 我是看不出来 因为老花一啊 长寿花不开花 是啥原因啊 怎么回事 长寿花不开花啊 老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 长寿花为什么不开花 这第一个点呢 就是控光 因为长寿花这种的是短日照之物 就是只看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无期一麻痕 对吧 哎 你这样的话 更利于它的一个花芽分化 你如果说 有光照的话 它就只是贪图生长 只是一直在生长 一直在生长 它想不起来开花那个事 是吧 你比方说 是吧 关小黑屋以后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吧 你老是逮个光天花日之下 他想干点啥也干不起来 明白吗 再一个呢 就是温度啊 温度不要超过30度 不要低于15度 还有呢 适当的等到每次该浇水的时候 可以薄薄的来一些花多多二号 我看你有傻过一些缓示为这个可以完全 ok 没问题 好吧 关键点在于控光 说老话夜 我有一盆好大的 冰局 之前拨的在加伦盆里越长越感觉挤爆了 现在这个盆越来越拥挤 怎么办 换个略大一号的盆啊 臭吧 你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要么呢 就是下狠手就见苗 就是什么叫见苗呢 我们老家话叫见面 就是你适当的给他扒出来一部分 留一些个好的 对吧 或者说简短 你这不就很简单吗 舍不得还是套不得拿 你看你现在这个长那么旺 你就换个大盆也行啊 哎呀 太好了 太棒了 太挖菜了啊 老话夜 别人送了我一个多年的玉树 有个大支条烂了 下面有个大洞怎么处理啊 怕在里面烂掉 这个这个你可以给他那个什么挖空一下啊 挖空一下 你给或者找个蜡 用个蜡烛对吧 稍微稍微稍给他堵住 你如果说怕鸡水烂在里面的话 等到干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堵住 这个 一般没什么情况是啊 这个事不大 咱们挺好的吗 然后呢 你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啊 不需要太多在上面 然后呢 你可以 露出来表面根系就停 适当的往上面撒一点的肥料这些都没事 你看你 什么百合养的也挺好 你家光照还可以啊 养挺棒 挺棒 就这个洞的这个是你可以用蜡烛之类的东西给他堵住 别的没啥啊 挺好挺好挺好 今天的咬喉鱼呢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啊 记得点个赞 我的老花一 咬喉最转一 哎 你某某打 先你再见 可以每天早上来我 怎么见啊 每天早上四点半或者到我的网店都是老花一使用店 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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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嗯